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美完成萨德落地程序将着手部署 特朗普下令查进口钢铁对国安威胁 晚上好 欢迎收看4月20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头条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韩国外交部20号表示 韩美双方已根据驻韩美军地位协定 完成萨德落地所需的供地程序 驻韩美军获得部署萨德的权限 将正式着手部署 即将部署在庆上北道新州郡的 萨德返岛系统 有关用地面积是达到了30多万平方米 原本是新州高尔夫球场 外交部表示韩美自上个月开始 磋商用地转让事宜 并于近日向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联委会 请求批准工地 有关的建议是在20号正式获批 预计萨德将会于5月之后正式入驻 而要等待韩国新政府上台之后 再完成所有的相关程序 而国防部表示 韩美双方将会按照计划 推进萨德落户 并争取在年内投入实战部署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备忘录 要求商务部立即调查钢铁进口 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以进一步加大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力度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 引用一项数十年前颁布 很少使用的法例来启动这次特别调查 有关的法例是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 实施紧急贸易制裁措施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虽然美国政府致力减少钢铁进口 但是钢铁进口的量持续增加 其中中国钢铁已经占了美国市场的26% 商务部将会在270天内提交调查的结果 罗斯指出增加关税只会影响 价格并不能限制钢铁进口 日前美国通用公司和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宣布 计划安装世界上首个同时使用电池存储 和燃气轮机混合的储能系统 并于记载2017年年初投运 2015年10月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亚里索峡谷 发生严重天然气处景泄漏事件 尽管泄漏已在2016年2月被控制住 整个设施却也无法作用 导致天然气供应减少 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预计 亚里索峡谷天然气泄漏事故造成的短缺 可能影响的人气发电厂 特别是减少了用来紧急调度的尖峰发电资源 最终可能导致夏季最多有14天的大停电 而此次基因能源核电池事业部 正在研发和完善的LM6000燃机混合储能系统 通过和Wellhead Power Solutions公司合作 将成功地解决这一加州能源危机 这是一个发电设施 就是普通的发电站吧 它都是需要时间 就是说你比如说 那个可持续能源一下子下降了以后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是吧 这里的那个蓄电池呢 就是及时的供应 LM6000燃气轮机混合储能系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在SCE公司的两个电站上使用 从而应对加州电网上不断增加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带来的电网波动问题 同时此储能系统将提供比传统资源更低的成本和排放更小的温室气体 并提供电网吊风支持 同时还提供更高的热奔用容量 高质量调节能力和无功电压支持 电池储能系统将在2016年年底完成安装和运行 而集成和升级的燃气轮机及控制系统 而集成和升级的燃气轮机及控制系统 预计在2017年初投入运行 凤华卫视实习记者沐小韩 黄一顺 洛杉矶报道 休息一下 公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今天每周各地简讯内容 美国1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 19日联合向美国第四上诉法院提出案情摘要 要求维持阻止实施总统克朗普新版旅行限制令的裁决 据报道 这份案情摘要上签名的总检察官来自维吉尼亚 马里兰 加州 康州 特拉华 纽约等1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这些总检察长表示 特朗普经过修改的行政命令 将给大学和医疗机构带来负面影响 抑制旅游业 造成税收损失 他们还在案情摘要中指出 新版旅行限制令等同于反穆斯林命令 证据显示两份行政命令都是要兑现特朗普禁止穆斯林赴美的承诺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6日发布新行政命令 禁止苏丹 叙利亚 伊朗 利比亚 索马里和也门这六个国家的移民和旅行者进入美国 禁令为790天 行政令同时规定难民被禁止入境美国120天 美国政府于当地时间19日宣布将关闭白宫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 椭圆形草坪 据消息 负责白宫安保工作的美国特勤局扩大了其周边的安保范围 现在沿白宫南侧围墙一带将不再对游客开放 根据特勤局的新计划 进入区域包括被称为椭圆形的草坪 这是华盛顿当地人和游客最喜爱的场所 此地应由在圣诞节时点亮美国国家圣诞树的传统而为名 据报道指出 特勤局实施该措施是为了阻止不速之客潜入白宫 这些人中大部分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据悉近三年记录到超过100起类似的入侵事件 其中95%的肇事者都患有心理疾病或是情绪障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三个月后给自己打了个高分 但是民调显示美国大多数选民并没有肯定其表现 特朗普这周夸奖自己说 历劫政府在上台头90天里都没有取得这么多的成就 这包括军事 边界 贸易 监管和执法 我们热爱我们的执法部门 还有政府改革 特朗普两个星期前下令针对叙利亚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进行报复性导弹袭击之后它的支持率略有上升 不过 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 52%的选民仍对其表现持有否定态度 持肯定态度的只有42% 而昆尼皮亚科大学的调查则显示 受访者中对特朗普政绩持否定和肯定态度的分别为56%和40% 前不久陷入脱拽事件丑闻的美联行首席执行官奥斯卡木诺兹日前透露 他即将访华并在此行中与顾客和相关政府官员进行进一步对话 有报道声这次访问是拖拽事件发生前就已计划好的 对于穆诺兹此行的目的与拖拽事件是否有关 美联行方面没有做出答复 穆诺兹是在美联行季度盈利电话会议中谈及访华一事 由于此次拖拽事件的涉事乘客维亚裔 很多人认为此事涉及种族歧视 穆诺兹称他注意到了这一点并透露说 此次事件后来自中国顾客的反应特别激烈 事后他还拜访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虽然美联行的盈利表现在若干指标上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但该公司股票18日下午依然下跌4.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20号下午2017北京国际爱美日 在凤凰中心举办主题论坛和报告会 来自全球17个国家近60位传媒领袖出席了活动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庆出席报告会 主要谈及中国传媒格局 指出中国的广电行业正在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他进一步分析了电视剧 纪录片和综艺节目的发展现状 并指出 在电视剧行业功过于求的情况较为严重 缺乏精品立作 在这方面期待借助爱美奖的平台 和国际优秀媒体人进行合作 同样在下午举行的国际爱美日主题论坛 则聚焦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系 共同探讨新时代下传统媒体如何变革 新媒体怎样找到合适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继2006年和2012年之后 国际爱美日今年再次选址中国 而出席论坛的各位传媒领袖 也表示出对中国电视行业的浓厚兴趣 并期待在未来展开进一步合作 国际会计咨询机构毕马威表示 中国消费者对电动车的兴趣开始升温 但期望售价更低 毕马威此前就汽车的喜好 访问了中国内地220名新能源汽车车主和潜在买家 其中8成属于30到35之间 结果发现57%的车主和76%的潜在买家 都认为电动车比内燃机汽车更经济核算 也更为环保 买电动车的主要因素在于政府补贴和免费牌照 以及维修保养成本和环保益处 不过他们对于价格的期望却更为明显 希望新能源汽车的价格至少与燃油车差不多或是更低 参加上海国际车展的外国汽车制造商普遍认同 在中国治理尾气污染的行动驱使下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先进的电动车技术开发核心 成为全球的领头羊 台湾检察机关侦办跨境诈骗案件 已查扣超过2亿台币 然而受到两岸关系激动影响 赃款无法返回大陆被害人 法务部近日表示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应发还扣押物 如发还人不明 一年内仍无人申请发还时 扣押物和赃款及归属公库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停滞 台湾警方也难再和大陆方面合作 学者认为蔡英文无以改善双边关系 反而有助于大陆在国际间侦办电信欺诈案件 法务部表示为了反还赃款 一向大陆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共30件 判两岸尽诉协商定出反赃机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财经方面 受到投资者憧憬美国即将公布税改方案 加上多家公司业绩理想的因素 美国三大指数周四全线上扬 大斯达克指数再创收盘新高 我们来看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周四早是开盘呈现上升高开之后 全天都是高位盘整 投资人在星期四关注的是 美国政策方向最新的发展 同时当然也有低运政治 以及美国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在政策方面是美国财长努姆钦在下午透露说 在今年年底之前可能税法改革得以初步实现 所以美股三大指数顿时出现明显强劲上升 导致升幅一度达到225点 同时在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会见了 美国钢铁业界的高层主管 并表示对钢铁业界是否受到国际进口材料的 这个些清晰进行一个行政调查 钢铁相关的类股在星期四也就出现明显的上升 在其他的交易市场方面 石油价格在盘中呈现小幅上升 收盘时出现略微小幅下跌 那么纽约商品新交所石油价格是50块两毛七一桶做收 美国十年长债的收益率略微呈现一个小幅上升 一档走跌是1283美元一盎司 总的来说股市在星期四的走势 还是乐观审慎向上 投资人还是等待更多的经济层面的消息 以及地缘政治层面的消息 那么才判断下一次投资方向 以及投资组合如何调整 以上是新一次情况 放后一只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方面 为期两周的大型系列活动 洛杉矶第二届中国周即将展开 主办方近日与帕萨迪娜举行媒体会 详解了中国周的各项特色活动 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连接中国与美国加州经贸合作的 第二届中国周活动 即将于5月1日至5月14日隆重举行 当天新闻发布会上组委会表示 加州汇集在科技文化投资地产等方面 得天独厚的优势 加上庞大的华裔人口 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一站 2017年第二届中国周活动 主要包括中国加州经贸峰会 圣盖伯古港式典型美食之旅 洛杉矶时报夜市活动 中国城夜市之旅 川普时代中美经济关系展望 鲍尔博物馆中国古文化展览等 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的人士 不是很了解中国 他们经过自己美国本土的媒体方式 也很难接触到真的中国 或者中国各式各样的 这种多彩多姿的这么一个形态 我们今天做中国周知的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给广大的美国民众 一个进入中国的一个机会 进入真正真实真实和美好的中国 这么一个一个机会 萧先生表示 中国周主办方是非盈利组织 因此非常欢迎自愿者的参与 自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参与到经贸文化美食等不同活动中 今年有超过200多位政商代表赴美进行洽谈 中国周组委会整合了包括硅谷 洛杉矶圣地亚哥中加州等地的最优秀资源 为中国和加州的经贸文化合作搭建平台 今年的下谈主题包括跨界投资 清洁能源 电子商务 基础设施建设等 冯华卫视实习记者 孟小韩 黄一顺 洛杉矶报道 近日南加首个华裔银行 国泰银行在洛杉矶市中心 举办成立55周年庆祝活动 南加各界精英200余人到场祝贺 南加州第一家华裔银行国泰银行 近日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加州俱乐部 举办成立55周年庆祝活动 国泰银行高管以及南加各界精英代表200余人到场 共同庆贺国泰银行55周生日 一方面是庆祝 另一方面是纪念国泰银行55年的历史 在洛杉矶的社区里面 提供了很多的银行的服务 帮助这个社区 我们的客户 让他们可以得到财务上的支持 晚宴由一部讲述国泰银行发展历史的短片开场 随后国泰银行首席执行长兼总裁平台上台致词 并与董事会执行主席当孙郑博士共同取备 为现场准备的55周年纪念冰雕 道酒祝贺 他们的服务非常好 比较人性 那我们中国人也是会觉得比较亲切 因为我认为国泰就是在这么多个博德中 一直就是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银行 那这也是让我们就是非常有信心 自1962年成立以来 国泰银行一直致力于提供专业周到的金融服务 在与华部社区共同成长的55年里 银行从最开始只有7名员工的小公司 发展成今天总资产达145亿美元的跨国上市公司 并连续几年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佳银行之一 马学校黄一顺 洛杉矶报道 下面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 全球各地的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周新闻 详细的内容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收看 再会 凤凰每周新闻有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y Farm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你省钱 让你稳健一生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